影鞋杠几报 孟加拉人抢在开斋前回家火车顶也坐满人 返乡过节不是华人独有的习俗 随住伊斯兰教的开斋节 Ido Ezra登场 孟加拉首都卡达在十四 十五日两天出现可比大陆春运的返乡朝 想要与家人一同庆祝开斋节的民众挤报交通运输系统 开斋节代表斋戒约结束 穆斯林辉复整天正常进食 开斋节就如同华人农历新年 民众会返乡与家人团聚 只不过数十万返乡朝 让孟加拉大众运输根本无法复合 人潮多到挤不进列车里 大批民众干脆直接爬上火车顶 车头车尾也都塞满民众 甚至还有人徒手挂在车厢外 不顾安全也要想办法回家 火车站月台也无法容纳涌进的民众 许多人甚至直接站在铁轨上等车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杜伦码头 放眼望去 有空隙的角落都挤满了返乡民众 看起来格外危险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返家与家人团圆